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 《论语为证篇》第十一章 子曰温故而知心可以为师矣 夫子说 你温习故旧 而知得创新 可以作为老师 这有意思 温故就是要理解过去 温习故旧 你理解它 你诠释它 有理解而诠释 有诠释而创造 这是一个经典的 理解诠释转化创造的过程 这里隐含了一个历史性 它有一个连续体 教师做个教师 要真正体会到这里 有一个历史的传承 转化 创造 发展 韩玉在诗说里头也说 诗者 所以传道 授业 解惑业 因为教师 教师是整个人类 历史文明的传承者 诠释者 转化者 创造者 很重要 它就是传递新活 传道 教授课 课业 解答 疑惑 传道 本在最前面 这个道 在华主讲的道 就是天地 清君师之道 是孝帝也者 其为人之本语之道 是弟子 入者孝 出者替 谨而信 犯爱重而 秦人之道 是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心明 在子于至善 这样的道 是天命之为信 率信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这样的道 是诚者天之道 诚之者 人之道 这样的道 这传道 在整个人类的 先圣先者 留下来的智慧 语录 所行所事 家言义行 你能够温固 而知心 固跟心 连接在一块 温 跟知 要温习固就 学习 学而觉 又学习而唤醒 温固而知心 而教师 自己是温固而知心 并且也传递了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 就是真正心灵之法门 可为之心法 由心法来传慧命 这才能够把这个道理彰显出来 所以温固而知心可以维持 我们讲 因不识其心 亦可终也 因习固就 不识其创新 这可以作为学问之宗主 跟温固而知心 可以维持 刚好配对 连接在一块 在论语的学习里面 很重要 就好像我们 要深入地找 找尽 久任而不集权 又费尽也 你找了久任身 好几丈身 结果 水没出来 就是费尽 所以一定要 回到存在本身 要入一根源 气入根源 泉水一探 通了 圆泉滚滚 配然末之能欲 启蒙的道理也在这里 是蒙卦的大象传里面提到的 山下出泉 君子以果形欲的 你看 多鲜明的意象 多丰富 充满生机的图像 情境 山下出泉 要累积运蓄 至其所指 水从慢慢运蓄 慢慢运蓄 三脚下泉水 喷涌而发 喷涌而发 充满生命的动能 创造了力量 君子 君子正该如此 果形欲的 要果敢果断 果着启动 而决定完成 果形 就已经隐含了一个忠实之道 启动了目标核战 向着目标而行 果决而行 用这样的方式 来掌域德性 这是学习该如此 而学习后头 老师教我们 老师教我们 文故而知心 可以维持 师教育的传承 就如同心火相传一般 火继续要延续下去 最重要是要添财加心 有心有财 火才得传 而心火相传 火代表精神 而心就是燃烧着的物质 心物是何唯一的 那个实体跟一个精神的力量 是连接在一块儿的 自来中国传统学问 就是身心一体 内圣外网 同贯为一的 物质 实际 以及心灵精神 也是同而为一的 爆跟气 是同而为一的 行而上者 为是道 行而下者 为是气 道气 本来是何为一的 行 行住 而上说其缘 为是道 行 行住 而下为其行 为是气 其其气 而言其道也 而道 是作为一切 作为一切的 总纲领 一切存在的本源 从那里流出万有一切 所谓大灾 前缘 万物知识 所谓 云行 与诗 品物流行 这些道理都一样 所以很重要 学要有本源 有源才有流 学要有根本 有根本 才有枝末 才有枝叶 才能发荣枝掌 才能朔果累累 这些道理 在华人的文明里面 说的 就是一个文而明知 因为文 所以才能照亮 等于文跟自然 人文跟自然 是连接在一块 田于大文 山深川广 人能内信 日就月将 这是一幅 我很喜欢的对言 年轻的时候 我的老朋友 王柴贵教授 用他非常 稳健的历书 写了一幅 现在就挂在 我家的中堂里 天于大文 山深川广 上场赋给 整个天地 最大的文章 如同山深川广 山之深川之广 辽阔 包容 修为崇尘 我们把整个大自然 跟人连接在一块 体会万味 非常重要的 你田于大文 人要能内信 人能内信 日就月将 人之内信 无日 山信无神 为人谋不忠乎 与朋友 骄傲不信乎 传不习乎 谁日月 只迁移 而永不休止 日就月将 伴随着日月 继续地生长着 自然在成长 你自觉觉性 修为 也在生长 这样的天人 何德 而这些 最重要 都要靠老师 师父领进门 修行 不只靠个人 靠着师友 相扶持 甚至要相互地 推 相互地 趋 你要有个趋力 有个推力 往前慢性着 学不可依依 永不停歇着 永续学习着 教师太重要了 所以 我们的传统里 老师就如同父母一样 父母如同天地一样 所以天地 父母师长 师长如圣贤 所以我们说 一跪天地 二跪父母 三跪师尊 你看 对老师何等尊崇 而他的意义何在 了解了 我们再来读这一章 文故而知心 可以为师意 就能通体理解 你显示出那种智慧的光芒 好的 我们今天 论语 为正篇 讲了 第十一章 很短的几个字 但是意义 很深远的 问故而知心 可以为师意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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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